好下面为大家讲一下这个KK的双摄音器系统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双摄音器系统 就万变不离其宗 它就是分为这个音孔摄音器 贴片摄音器 Mac摄音器 以及这个压杆摄音器 四个摄音器进行排列组合 所以说它核心就是不同的摄音器之间的搭配 然后输出部分的话都是一样的 一个立体声输出 KK一定要记住大家一定要记住是立体声输出 然后一个立体声前级 这个双输出双调节 然后这边就是说它不同的组合 然后所有的组合都是基于这个KK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迷你 迷你调音器 它和传统的这个标准版的迷你区别 就是它增加了一个输入端 就是增加了一个就是说第二 第二声道的一个输入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输入 你既可以接这个音孔摄音器 也可以接Mac摄音器 也可以接这个压杆摄音器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以这个为核心这几个音孔 麦克和压杆摄音器然后进行组合 然后组成一个双声道 然后我们看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这个用了一个吉他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造型 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会比较直管 安装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把尾钉装上以后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KK贴片 然后贴到这个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固定好了之后呢 然后留出一个接收端 然后如果是音孔摄音器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调到这个地方 就把它放到这个音孔上 如果是麦克的话 我们把它放到你经常需要打板的地方 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敲侧板 或者敲这个上面板 或者敲这个就是这个下面板这边 都可以调到你一个相应的位置 然后麦克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穿孔穿过去 然后整体连接完了之后 就是安装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连接连接线插到这个KK的输出端 然后这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就是这个样 然后通过这个立体声输出 我们立体声输出 然后到这个 到我们的这个前级的这个立体声输入 这个组合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简单 从内部看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样了 好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到时候可以再和我们联系 嗯